今年4月13號上午8點多 有一名理性婦人想穿越台北市大同區 重慶北路一段跟天水路口 結果當下違規過馬路 被大同的警方盤查身份 他不願意提供身份證字號 被警方查驗 當場也情緒失控 涉嫌也脫口罵了原警 來聽聽當下的現場狀況 那你XX你 你罵我嗎 我沒有啊 你罵我XX你是不是 好 我告你 由於行人的紅綠燈號制是紅燈 他婦人是違規過了馬路 說原警當下是上前盤查 結果婦人是不願意配合 還要求警方來提供身份證 而且情緒相當失控 不僅罵警方之後 還對警方說狡辯 這是行政院長陳建仁的名字 還極意的反抗 扯掉了原警身上的背帶 市領地檢署癥結後 依這個毀損公務員職務上的 掌管物品罪將婦人起訴